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一個一定是不要過度的期待 因為過度的期待會讓你好像花了錢 又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療效的那種感覺 過度期待是不要 第二個就是說一定要去先質詢醫生 我們知道有一些診所 他就是質詢師跟你溝通 他並沒有詳細問你的病史 比如說你皮膚有什麼狀態 或是說你現在有沒有懷孕 有沒有吃什麼藥物 我覺得這些都會影響到你 做這個冷凍減脂術後的舒適度 像有一些人皮膚他有一些害怕冷的情況 害怕冷的疾病 那如果做了冷凍減脂之後 那皮膚就會比較容易出現凍傷的情況 所以我想這應該要盡力排除 那接下來就是懷孕這個可能 懷孕的人是絕對不要做這件事情 產後當然是可以做 懷孕就是千萬不要做 因為還是以肚子的寶貝為優先 我想這樣會比較實際 那這個做完之後 術後沒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 因為術後當天就可以洗澡 可以游泳 可以泡水 可以泡溫泉 什麼事都可以做 那當然還是要奉勸大家 花那麼多錢 做這種飛清入室的療法之後 切記不要暴隱暴失 還是要把體重控制住 如果體重可以慢慢稍微 順便下降的話 那當然成果會比較好 當然如果體重一直上升的話 你做再多次的冷凍減脂 大概也沒有用 我什麽需要保持 謝謝